OK,那我們來看一下,今天來看一下TouchEX,在4-512頁的地方 首先的話,我們也要建立一個TouchEX的專案,然後我先把它弄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專案,它弄起來之後的話大概的一個樣子 首先的話,我把它執行起來,這個地方叫TouchEX,顧名思義就是我們要去偵測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我手,比如說我點的地方,甚至它可以多點觸控 因為現在的那個面板上面至少都有5點以上,可能有多到10點,甚至更多點 那也就是說你今天,今天假設我今天滑鼠游標,這邊會顯示,預設會有個Touch的Screen 那就是我現在沒有Touch到,我現在如果說模擬器裡面點它一下 我點住它,就表示我按住,點到它之後,你會發現底下這邊會出現什麼 你會有四個訊息 第一個的話,各位可以看到,上面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呢,目前Current Point,就是我目前的點的位置 那你會發現這個點就是00對不對 這個點就00,往上,也就是說我現在Touch到的位置 這個地方呢,這邊就是00,然後越往這個方向的話呢,是正值 越往這個方向是負值,那如果超過的話呢,你會發現有一個XY 比如說我現在的話,第一個值是X,把它點下去,你會發現點住有沒有 這個往右,你會發現前面那個值是不是增加,就X的值增加 那另外的話呢,另外還有幾個訊息,就是說現在Touch的State 就是說現在呢,我的Touch現在的,我的點的位置在哪裡 那會出現,比如說我可以是Up或Down等等的訊息 另外的話,Point Count,就是說我現在如果模擬器只能模擬一點 那最好你可以怎麼樣,把這個App寫好之後,丟到你的手機裡面試試看 如果你兩個,三個,四個,看看能不能增測到多點 那目前當然就一個Count,那這個Count,Point的它Index0的話呢 它的這個當然相對它X跟Y的值,也會跟上面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個地方要怎麼做,首先的話呢,一樣 覺得也...